我看特朗普应该有很多盘算 但有一个盘算应该是落到比较现实的角度 当然如果你说要抽关税可以跟中国谈 中国也觉得在合理的情况下 或者会有一些幅度可以让步一点 但是如果彻底地要改变中国和世界合作的面貌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如何让美国强大 还要去看未来的日子如何在一些现实的操作里面实现 在看片之前,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我们去看就说现在特朗普的选情 都是比较有利一点的对他 始终特朗普因为在外交政策上 他就较为鲜明一点的 那条路线就说俄罗斯那边基本上可以 如果跟他真的和谈好的时候 他会把精力放在两方面 一方面当然是中东问题 第二方面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跟我们中国去对峙呢 那较早前他也都常常强调 美国自己要强大 强大得来呢 其实他也是想来想去那几样东西的了 那首先就是自己国内 就是说减税的问题 另外就是减息的问题 跟着除此之外 就一定是跟中国讲的贸易战的问题 要知道拜登的时期 他推出很多的关税 希望我们中国要加这样加那样 我想如果去到特朗普真是主政 这一个政策就一定会继续维持下去 而且在加税那方面 可能还要有个心理准备要加得多了 所以强美元政策 其实他能不能推得到呢 就好看 未来究竟美国 他自己在经济那方面 他有没有一个很强的韧力在那里 那当然了 现在美国的市场 常常都说自己很有韧力 所以就会复甦了 但是其实他可能都带着一些期望 那期望就是说 希望可以通过跟中国的商讨 以至可以取得一些有利的条件 继续去振兴他自己的行业 那这件事就会反而比较重要一些 那所以未来来说呢 其实他行不行呢 不好看中国跟他合不合作的 那现在都看到了 是不是中国因为跟欧盟那边呢 已经开始在一些的叫做 贸易的议题上 大家都拳来拳往的 因为讲到汽车各方面呢 大家都看得到了 因为整个的一个叫做贸易战呢 已经是开打的 严格来说 就是怎样去看中国的经济呢 这件事很重要 如果你给中国有一个发展生存的空间呢 那这个大家都很讲的 但是如果你说连晶片啊 诸如此类那些都要去控制的时候呢 那这件事就变成了 大家一定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 那要知道就是中国现在其实自己都有能力 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包括好像晶片这一类 那所以呢对美国的依赖性呢 现在就越来越低了 所以呢我们就看得到呢 美国就很想将一些生产线 去搬回去自己国内 那以至到呢 就说可以刺激那个劳动力 增加那个叫公众 那这一样的预算盘呢 其实打不打响呢 现在其实都有个问号在那里 那我们看得到啦 汽车各方面的发展 当然美国有自己很大的汽车厂 但是跟欧盟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如果要将它的汽车 加以绿色化 或者是在电池方面 它要像中国那样先进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都是重要的一段时间 对我们中国来说呢 你看比亚迪也好 你看小米也好 现在进军这个汽车方面呢 它的技术已经提升得非常高 那所以呢 也都看得到就说 整个的智慧产物 以至到一个城市的打造 美国可不可以跟中国配合到呢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对话上的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所以特朗普就不可以一厢情愿 只是想着说 我要你怎样 那一定就是这样做 大不了就是中国不跟你做生意而已 那现在中国都去寻找一个海外的市场 这个市场也都是做得挺好的 比如我们跟东南马的市场做得很好 沙地阿拉伯市场也都慢慢进来我们中国的眼念里面的 那在外交的那方面随着 中东的国家更加多 是参与我们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那个经济 各方面的事务有份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其实我们对美国的依赖性呢 相对就是低 但是如果当这个做生意的伙伴是越来越多的时候 尤其是说在金砖的成员国里面 一路一路有参与呢 那这个呢 对我们中国也好 或者是俄罗斯也好呢 那个底气就很足了 美国现在呢 面对的问题就在于 他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自己可能呢 慢慢是削弱了 包括就说 Swift系统以前是自己一言堂 但现在不是了嘛 是不是 有了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支付系统的时候 他怎样应对呢 难道不让金砖国家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吗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也都知道 强美元的背后 是因为有一个石油的一个支持在里面 但是如果石油的国家 他都跟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做生意的时候 那会不会也都解释到 就是说人民币只会越来越强呢 就不是说 好像美国一厢情愿想着 我美元强你人民币弱 并不是这种对峙关系 所以未来来来说呢 我看就说特朗普应该有很多的盘算 但是有一个盘算就应该是落回 是比较现实一点的角度 当然如果你说要抽关税 可以跟中国谈 中国也都觉得在合理的情况下呢 或者会有一些的幅度 是可以是比较让步一点的 但是你说如果彻底地要改变现在中国 和世界那个合作的面貌呢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难一点的 所以特朗普的政策怎样让美国强大呢 都还要去看未来的日子呢 怎样在一些现实的操作里面去实现 那我就觉得中国呢 在这方面就非常之聪明的 首先第一就是说 中国犯不着要和美国 全面站在一个对立面 就算现在你说中东的问题 或者是俄罗斯 对这个乌克兰用兵的问题也好 其实两者之间呢 中国都是相对是比较 我们说是克制的 换言之就是说 对俄罗斯我们是持一个 就是比较同情俄罗斯 或者支持他的一个态度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中国是 落水去参战 是吧 那而在中东来说 反而中国呢 是更加多在个维和那方面呢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这件事情也都令到呢 别人会觉得就是说 中国在把持国际事务上 是一种平衡的一种关系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也都有两手准备了是吧 如果有一天 中国是要跟美国呢 在贸易方面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他会考虑呢 就说跟其他 发展中的国家呢 去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 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其实跟这个的印度呢 大家那个关系就 已经开始有点缓和的 在那个边界那方面呢 大家也都 就是用一种比较 合作的态度 去处理那个分歧 除此之外也都看到了 最惠国待遇那个 最优惠的利率那个情况 就是说将来来说 如果肯和中国做生意的一些 比较呢 或者他本身的国家 不是很富庶的情况下 我们都给出一个好的优惠给他 所以这个呢 也都令到呢 美国其实 也都在那里观察的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 那个最优惠的一个待遇呢 就不是美国 只是会给别人的 中国其实也都可以 在自己主导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样东西 如果做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美国的主导性 或者他的叫做 制造性呢 就相对弱了很多 再加上就说 美国呢 现在来说呢 他最主要就是因为 债务呢 是比较重的 所以不断去拓钱 他的债务上限 从而令到这些债券呢 能不能够有人去买呢 这个呢 就很多人都很关心 在最近的一些情况 我们观察到呢 就说 现在美国的债务 确实是很高的嘛 36万亿美元的债务 究竟怎样去解决呢 那所以呢 长期中期短期的债券 其实都需要一些国家去支持 那暂时来说 我们都看不到有多少国家 他真是说 很大量的 一定会这样去扣入这个美债 当然欧洲呢 他会是帮一把 但是欧洲有欧洲的困难在这儿 反过来 我们去看日本呢 由原先是比较增持美国的国债呢 现在就反而是比较持平一些 有时还是减持的 而中国呢 就反而有得谈啊 就是 换言之就是 美国当他主动 是要求中国 一看一看 怎样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 中国有时会的 就是在外贸那里 如果中国是赚到一些的美元的时候 他都愿意跟中国 是买回部分的美债的 那所以这个呢 对美国来说呢 就变成了 在最艰苦的时间呢 是解决了过去的 尤其是我们在说 之前 几次的金融风暴呢 中国在当中呢 亦都是发挥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 美国就不是不知道的 不过有时就不提 所以现在来说呢 如果美国真是想和中国去扩大那个合作呢 其实可以有很多方面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都需要呢 是交给美国自己去想 究竟是不是应该整天都是和中国呢 是好像打对家那样 以中国作为一个威胁的对手 一天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 去那个贸易大门呢 是自己观赏的 就不是中国观赏的 特朗普呢 当然呢 他一厢情愿都是想着呢 就说 让美国强大的时候 是不是 应该就首先让这个老公呢 那方面呢 他有一个 比较稳固的根基在这儿 大家的就业率呢 如果提升的时候呢 将会令到呢 他那个所谓主义的方案呢 是可以实现到的 那所以呢 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里面呢 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说 一定要将一些工业呢 是回流回去先 是吧 将那个资本呢 是带回去美国先 那当美元是强的时候呢 可能这方面呢 就比较方便是做得到 那因为呢 在各方面的成本呢 相对底下就会低一些了 那但是问题也都来了 就是说 较早前呢 其实在2016年 一直去引进了 这些外资的时候呢 例如一些大的 叫做新兴的产业 是吧 究竟会不会 就是吃这个辣椒酱呢 是吧 那我们去看台积电呢 其实就看得到的 就是都挺明显的 最初的时候 因为双方都在 一些条件上都 都谈得好像挺好 是吧 那所以你看国台美那些 都很希望呢 是可以在那边发展 那但是那个问题就说呢 随着一路一路去观察呢 就大的企业呢 都可能发觉一些东西 是不是很对路的 包括就是说 他投入的成本 究竟要多少呢 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去看的时候呢 一条实数呢 就很难计得到 你如果说是说几百亿 那就可以了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 说数以千亿的 还要保障了 就是说将来的劳工是不可以减少啊 或者你的用地是要 就是规限着某些的方式的时候呢 以至到就是说 那些资金啊各方面 是不可以在短时间里面抽离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呢 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呢 是有点弱步的 因为他在最初去 kick off的时候 他不知道究竟要投入多少 还有可以拿回多少 此所以呢 现在来说 除了美国呢 相似的问题 都发生在印度 较早前我们都看得到 好像苹果那样 都很牵挽在印度呢 去拓展到市场了 但是当他落地去看的时候呢 究竟在整个生产的环境底下 整体那个叫ESG啊 或者是那个叫服务的质素啊 各方面 符不符合那个条件呢 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事与愿违 那所以当苹果他想抽离的时候呢 又遇到一个保护主义的问题 那这个也会令到投资者 是有一个却步在 同样的道理 会不会在美国的投资 都是一个比较 我们叫做母底的心涵呢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看到 美国的经济 不是好得去变的 而老公的成本 是越来越高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说贸贸然去投资一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 又不是说有很充分的配套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都是令到投资者 一个问号呢 要知道就是说 整个产业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很大的规模的时候呢 它一定除了这个产业之外 区附近一定有一个配套设施在那里 我们看到这十年八载 美国其实呢 在那个所谓的基建啊 互相去协调啊 或者是维修啊 公路啊 铁路啊等等 这些大型的项目上 有时候很停滞不辞 所以呢 它的配套呢 就是给人会有个问号在那里 是不是真的做得这么好的呢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高科技和智慧的城市呢 两者应该是相互相成的 就不是只是说一样东西 不说另一样东西 美国来说呢 现在就没有什么很大的诱因 可以吸引到一些大的投资者 回流回去美国 因为那个成本太高 而反过来呢 中国来说呢 在这一方面呢 反而它有一个优势在那里 因为还可以开发到一些市场 而每一个的行业和行业之间呢 已经是有一个大家互相的 结练和配套的关系在那里 那个保护主义呢 相对底下呢 是弱一些 是吧 那你才可以呢 令到大家呢 是互相产生到一种协同效益 在美国来说呢 就会发觉呢 在工业和工业之间呢 那个防火场都挺厉害的 都令到呢 现在暂时来说呢 想去引回一些的资本 或者工业家去回流的时候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忧虑